大家好 我是飞猫 现在是4月28号的 晚上9点45分 今天是从上海装的货回南通的 现在已经到了南通工厂这边 明天早上卸货 刚刚看到消息 从5月6号临时开始 高速公路要收费了 这一次全民福利要结束了 确实这两个月高速公路整个网 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下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我从上海回南通 这一路上面高速公路上面的一些乱象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 这是在G15珠桥附近 一个拉干净的车子 在中间车道上低速行驶 现在到了泰昌的沙溪段 前面是一个拉干卷的半挂车 依然在中间车道 他右边车道又没车 他也不变过来 我心无数 这位吉卡大哥也是这样 我也就搞不懂了 你车速又上不去 你老是站在中间车道干什么呢 也不知道这些师傅们是怎么想的 这位老兄更厉害了 直接把牌照给遮挡起来了 前面这位拉干卷的师傅 牌照好像没有遮挡 但是安装位置似乎有问题 看不到牌照上面的地区 前面这位师傅 你爬大桥的时候爬不动嘛 情有可原 你下大桥也这么慢 他前面没车 这只是我记录的高速公路乱下的一小部分 有小轿车走应急车道的 有小轿车在第一根车道上慢慢悠悠开的 还没有我们货车开的快 有随便便道的 有乱停车的 尤其网上服务区停不下 好多车子停在那个服务区进出扎道口上 实际上那也是违当行为 交紧过来 贴个条就是六分 平常在高速公路上 看不到的那些土房车 混淆炉搅拌车 工程车 渡上来了 阿摩阿哥渡上来了 看这一次正常收费以后 能不能恢复高速公路以往的正常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开货车的飞猫 一个普通的70后卡车人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关注一下 欢迎转发点赞 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交流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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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